邵逸谷不再领导俄国防部 普京为何提名新防长 其实俄军整个指挥体系 是没有什么改变的 民生暗将 在俄罗斯这种政治认为下 最好的一步选择 新防长适何来历 俄乌冲突将走向何方 他的经济理念 跟普京治理国家的理念 有契合之处 你这一调整应该体现成 普京准备打持久战 凤凰聚焦 普京换将文官掌兵正在播出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 当前俄乌战局焦灼 而开启了新一轮总统任期的普京 却换掉了国防部长 曾经担任国防部长的烧衣鼓 被看作是普京的铁杆好友 他风风雨雨执掌了俄罗斯国防部 十二年 而这次接替他的是 完全不懂军事的经济学家 曾经担任第一副总理的 别洛·乌索夫 普京为什么不惜挣钱换帅 外行挂印 要把战争的胜负 押注在一个文官身上 而拥有绝对权力的普京 秉持的是怎样的用人逻辑 普京 普京7日在克里姆林宫宣誓就职 开始其第五个总统登记 十二日 普京向俄联邦委员会提交了 新一届联邦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 提名名单 其中七个部门主管官员 提名名单 只有房长换人 其余均留任 前副总理安德烈·别洛·乌索夫 为新的国防部长 切尔盖·绍伊古 则从他任职12年的 国防部长职位调理 就任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 您刚换绍一股 我觉得可能有政治上 和技术上的一些原因 首先从政治的角度讲 俄乌冲突过去的两年多 确实俄军暴露出很多缺点 比如说俄军在战术上 在军改上 技术 装备 现代化等各方面 确实互有预期 所以说一场特别军事行动 打成了一场持久战 相持战 消耗战 可以说普京新任期 要想打赢这场俄乌冲突 要想在西方的长期的 这种战略博弈中 获得这个主动权和优势 我觉得他需要去对国防部 进行大改造 先撤换这个绍伊古 实际上就是要转变 俄国防部现在的一种 相对被动的局面 我认为举行专业的军事行动 2022年2月24日 普京宣布对乌克兰采取 特别军事行动 并同时许诺 这场特别军事行动 将是迅速而强有力的 有媒体称赞 俄罗斯国防部长 邵伊古将会一战封神 如今这场特别军事行动 已超过800天 近期俄军在乌东接连取得进展 乌克兰方面称 俄军可能动用约5万军队 再次尝试夺取苏梅和哈尔科夫 普京为何此时撤换邵伊古 普京给了邵伊古 在军界的一切所有的荣誉 这足以证明他肯定 邵伊古在政治上的忠诚 以及邵伊古在俄军 国防现代化建设方面的 这些工作 邵伊古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 多次亲临前线 他从担任国防部长 这十多年 一直是在推动俄军的军改 这次俄乌冲突 就是俄军现代化的一个检验 可以说这个时候突然把它换掉 给人一种临阵换帅的感觉 但实际上他换掉的并不是帅 因为邵伊古在这个时候 其实更多的是扮演一个 后勤管理者的这样的角色 真正来说在俄罗斯军队中 在前线指挥作战的 是格拉西莫夫大将 也就是他的总参谋长 那么只要格拉西莫夫不变 其实俄军整个指挥体系 是没有什么改变的 我非常感激烈的 我非常感激烈的 但我努力做到所有的力量 这是为了军事的力量 为了军事的力量 现年68岁的邵伊古 于2012年被紧急任命为国防部长 他是俄罗斯任职时间最长的防长 他没有军事背景 此前是一名专业土木工程师 在20世纪90年代 被任命为紧急情况和救灾部部长 声名雀起 最为重要的是 邵伊古与普京总统关系密切 经常陪普京去西伯利亚钓鱼 一起郊游 深得普京信任 邵伊古毕竟干这个国防部长的职务 已经干了很长时间了 而普京他是一个强力的领导人 就是他对军权 对于部队他抓得很紧 原来他是利用普利格金 也就是瓦格纳雇佣军来制衡国防部 还有一个车臣的卡特罗夫 那么出现了这样一种平衡的局面 才是普京希望看到的 他不希望一个官员控制国防部 或者控制整个军事部门 控制太久 因为控制太久了以后 他一定会形成自己的利益 他其实和邵伊古本来两人关系很好 但是这时候不是讲私人感情的时候 邵伊古被调离最新的信号 来自于4月23日其心腹干将 伊万诺夫因贿赂指控被捕 伊万诺夫是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 被公认为是邵伊古的左膀右臂 在邵伊古担任莫斯科州州长期间 伊万诺夫是副州长 邵伊古出任国防部长的第二年 伊万诺夫成为俄国防部旗下一家 国有企业的总经理 负责监督隶属于军方的 基础设施项目 2016年后 伊万诺夫则开始担任 俄国防部副部长 负责国防部财产管理 住房 建筑和抵押贷款等工作 伊万诺夫被捕成为俄罗斯多年来 最引人注目的腐败丑闻之一 根据塔斯社的报道 伊万诺夫可能涉嫌收受贿赂 伊万诺夫至少100万卢布 约7.7万人民币 他将面临最高15年监禁 而另有消息称 他的贪腐金额恐达10亿卢布 这次逮捕被广泛解读为 对邵伊古的攻击 并一度被认为是他被解职的前兆 其实是从邵伊古开会期间 从坐的在邵伊古边上这个位置上 直接带走的 我相信对邵伊古来说的话 也是一种信号 就是说普京用谁不用谁 怎么样处理一些有调查背景的 或者有问题的高级官员 普京是完全在掌控之中 普京先做出这样一种动作 就西方一枪去逛邵伊古 你得听我的 因为普京和邵伊古的关系比较特殊 这事要动你 要动你之前普京提醒你一下 普京作为朋友邵清提醒你一下 我先把一番动服抓了 让你知道我是要动你了 实际上 从2023年6月24日 瓦格纳华变事件开始 媒体就多次爆出 邵伊古将被调离的消息 此前 普里哥人多次斥责邵伊古 并指责俄联邦安全局 和其他一些未指名的官员及寡头 私自瓜分了原本分配给 顿巴斯地区的大部分资金 6月24日 他带领瓦格纳雇佣兵 冲到离莫斯科 僅200公里的地方 一路喊话要求交出 邵伊古和俄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 普里哥人推翻邵伊古的企图 失败以来 邵伊古的命运 一直是人们广泛猜测的话题 在普里哥人发动叛乱的时候 普京当时已经表态 对国防部的工作有所不满 但是随着普里哥人的突然死亡 林郑欢将的事情也就终止了 但至少现在看起来 这个事情对邵伊古的位置 已经有动摇了 普里哥人对于邵伊古贪腐的指控 也像一根刺深深扎在普京心头 2012年 邵伊古就是在国防部发生腐败窝案后 被普京任命为防长 当时俄国防部下属的国防服务公司 涉嫌倒卖土地 基建设施和股票等国家财产 购买劣质军服并从中牟利 涉案金额超过30亿卢布 国防部的多名官员牵连其中 房长谢尔九科夫也被解职 俄乌冲突后 有关俄罗斯军队内部贪腐的消息频频传出 2023年9月负责首位莫斯科地区 空中安全的俄军特种防空和导弹防御 第一集团军司令 康斯坦丁奥吉言科被曝 将国防用地非法转让 被莫斯科地区军事法庭 正式下令逮捕拘留 5月14日 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发言人 彼得莲科成因涉嫌受贿抄1亿卢布 俄国防部干部总局局长 尤里库茲涅佐夫被逮捕 他曾领导俄军保密部门总参谋部 第八局长达13年 负责保护国家机密有关的事务 俄罗斯舆论认为 总统普京正在整顿国防部 为新任部长上任扫清障碍 对于俄国防部的这种腐败 指责是由来已久的 毕竟庞大的这种国防盖支 相对封闭的国防采购体系 不透明的国防采购体系 那么使得各方都对国防采购 国防部腐败 由左耳闻 任何腐败丑闻对于普京来说 都是很难接受的 特别是传了很久 那为什么没有换呢 因为邵一谷作为一个执政 作为担任国防部长 十几年的这样一个老部长 可以说在俄军中 有很强大的这种影响力 我们不够看到 普京希望有一个稳妥的方式 去处理这些认识问题 去处理这腐败筹吻 那么现在恰恰到了这样一个节点 就是普京新任期 系列从组政府的时候 这样一个时机来调整 它所带来的负面的政治影响 和对俄乌冲突的影响是最小的 在提议安德烈别洛乌索夫 为新任国防部长不久 普京就任命邵一谷接替 帕特努舍夫出任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 那么邵一谷的话 其实还是这个名声暗将 特别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这个角色 他权力也比较大 但是他应该说没有军权 没有实际的权力 他更多的是在制定计划 所以普京来看的话 借着他连任这样 调整人员的这样一个机会 那么把邵一谷做出调整了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完美的安排 给了邵一谷很足的面子 给了很高的这个职务 那么他可以继续为普京 忠实跟普京进行工作 那么另外一方面 又让他有这个台阶下 所以邵一谷来看的话 他的这种安排 应该是在俄罗斯这种政治氛围下的话 是最好的一种选择 此外邵一谷还将持续担任 俄联邦军事工业委员会副主席 和军事技术合作局的主管 负责军事工业复合体 普京在2006年成立军事工业委员会 2014年开始 普京亲自担任该委员会主席 俄乌冲突之后 俄罗斯以举国之力持续增加 武器和军事装备的生产 包括无人机 导弹等 邵一谷也多次视察 相关企业的生产情况 俄乌冲突持续两年多 目前最大的问题 或许不是前线的战术 而是武器供给 普京就任命邵一谷接替 帕特努舍夫 我们知道俄军从2022年的年中 就开始加强国防工业体系的这种 现代化 重新规划 现代化 国有化 然后通过包括现代化的更新 到2023年的年底 基本实现了国防工业产能的大跃进 比如说炮弹的产能翻了几番 然后坦克的产能甚至翻了10倍 无人机从零到有 然后无人机生产叫国产化 规模化 包括匕首高烧因素导弹 一年原来过去只能生产10枚左右 那么现在一个月就能可能达到10枚 产能扩大就是10倍甚至更高 这都说明了俄罗斯在装备 弹药 还有军力上都有质的飞跃 这种情况下 使得俄罗斯有余力抽出手 在新的方向发动新的大的进攻 虽然邵一谷卸胜了国防部长 在具体的工作管理方面 我觉得它还是很难 在短时间内被取代的 在去年9月的一次国防部会议上 邵一谷说 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 将于2025年全部实现 邵一谷转岗 他已经不能在防长任上 看到目标实现了 接替他的人立即为全球关注 随着邵一谷的职位变动 他的继任者安德烈别洛乌索夫 也成为媒体关注焦点 他是12年来 俄罗斯首次新任命的国防部长 这位没有军队或安全部门背景的文职人员 为何受到普京的青睐和信任 别洛乌索夫以工作狂 技术官僚和虔诚的东正教基督徒而闻名 安德烈别洛乌索夫今年65岁 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经济系 国民经济规划专业 经济学博士其父雷姆别洛乌索夫 是苏联定价和价值管理学派的创始人 也是当年谋划科西金改革的经济学家之一 安德烈别洛乌索夫也被认为是苏联特色的 计划经济学家 在2013到2020年长达7年的时间里 他是普京的经济事务助理 之后 随着米舒斯金接任总理 他出任俄罗斯联邦第一副总理 成为内阁二号人物 负责金融和经济问题 别洛乌索夫是一个纯的技术专家出身 一个经济学家出身 但他是偏向宏观调控 国家资本主义这一套 而不是自由资本主义这一套 所以他的经济理念 跟普京治理国家的理念有契合之处 第二个就是他一个纯技术官僚 就没有太多的个人的派系 而恰恰就一直围绕着周围在工作 那么由别洛乌索夫来担任国防部长 我觉得有助于打破这样一种 行业壁垒 更多的整合优质的资源 来支持国防现代化 对于提名别洛乌索夫 为国防部长的原因 5月12日 克里姆林工发言人佩斯科夫说 俄罗斯国防部预算 和整个安全部门的预算 已经上升至GDP的6.7% 变得越来越像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苏联 是苏联价值管理学派的创始人 国防部显然发挥着关键作用 因为国防部负责向工业 下达所有国家订单 因此有必要确保军费开支 更好地融入俄罗斯整体经济 就是国家给国防部的钱太多了 给国防军工体的钱太多了 这些钱如果还是按照旧模式的话 那可能是一个低效运转 那现在俄罗斯恰恰是想把这些钱 这个应得更高效 所以才派一个经济学家 一个有丰富经济管理经验的副总理 来担任国防部长 我觉得首先是要增效 提高效能 第二个就是整合 实际上是要 就是要打破过去的这种官僚体系 打破过去的工作模式 然后进行这个达到阔斧的 从外而之内的这样一些改革 因为它没有所谓的国防部的这种 工作经验 它恰恰是没有态度的这种 这个情感上的 或者说派系上的一些牵绊 在很多方面呢 我们能看出 烧伊古在惊喜化方面呢 还不及这个经济学家这么惊喜 所以现在那么俄罗斯 未来的国防建设军队改革 还有在应对俄欧冲突方面呢 他需要一个精算师 而不是一个触放型的管理者 在辞职前最后接受采访的视频中 邵伊古也认同古今 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 是经济战争和侵略 佩斯科夫同时强调 用文职人员领导国防部 不会改变俄罗斯军事系统 他说军事部分 一直是总参谋长的特权 他将继续他的工作 按照正常的逻辑来说 国防部长是管制总参谋长 他们两个人是上下级的关系 俄罗斯他现在目前 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是参谋总长 格拉西莫夫大将 格拉西莫夫大将 现在实际上更多的是要向普京负责 那么现在国防部长来干什么呢 他实际上是为参谋总长提供服务的 就是你需要什么 我想办法给你准备 因为布洛乌索夫有个最大的特点 这个人会抓钱 在俄罗斯他是看哪里都有钱 哪里都会把钱抓出来 这应该是普京 把他提拔上来之后主要的目标 不仅是专业能力为普京看重 比洛乌索夫也被认为对普京极为忠诚 有媒体称 他是总统经济随从中 唯一支持2014年 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的成员 2018年普京在开始其第四个总统任期后 比洛乌索夫也被视为普京一系列 雄心勃勃计划背后的关键理论家之一 他还是2019年增值税从18% 提高到20%的主要支持者 他被认为是国家利益 而非企业利益的强硬捍卫者 作为高级幕僚来说的话 你首先要忠诚 对普京来说的话 能够认识他 能够赏识他 能够把他安在副总理的位置上 而且完全掌握俄罗斯的经济改革 那么制定俄罗斯经济发展计划 就可以看出来 他们之间的互信度还是比较高的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 特别军事行动那天 佩斯科夫就表示 第一副总理别洛乌索夫 及俄总理等人 当天会被普京邀请到克里姆林宫 谈经济问题 此后 别洛乌索夫更多出现在 俄罗斯经济政策的相关报道中 也非常关注军工复合体 以及军队与工业之间的联系 频频出席俄罗斯重大国际经济活动 被誉为普京经济学的建筑师之一 他这个人很能干 你看他这个有点冷面书生 这样一个感觉不太能表态 但是在制定相关政策层面来说的话 他确实是帮着 现在的总理美术经做了很多事 所以他的任命来看的话 普京还是比较欣赏的 对于他的这种业绩 他的工作能力来看的话 普京可以高度的信任 主要还是因为他本身的阅历 以及他的出生的家庭背景 他成长的这个背景 都对于接下来怎么样搞好 俄罗斯的国防和俄罗斯军队建设 都非常必要 5月14日 别洛乌索夫获得正式任命 他在俄罗斯议会上院发表讲话 称俄罗斯必须在乌克兰获胜 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部队损失 必须优化国防开支 以便公民之父的每一个卢布预算 都能发挥最大作用 俄罗斯需要发展新的战争管理方法 来跟上这一飞跃 比洛乌索夫承诺将全力以赴完成使命 甚至表示在必要时 愿意为职责献出生命 观察人士称 普京希望别洛乌索夫能够 令俄罗斯军工复合体的有效性得到提高 让国防部支出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而不是预算支出的黑洞 普京开启第五个总统任机后 在新的人事任命上除了国防部长 大多数职位没有人员变更 格拉西莫夫仍然担任俄军总参谋长 在普京接连签署新的人事任命之际 俄罗斯军队在多个区域采取行动 对乌克兰哈尔科夫地区展开全面攻击 我们都知道格拉西莫夫是 俄罗斯军队混合战理论的这种创造者 也被西方所称为这个杰出的军事指挥家 由一个文官来担任国防部长 更加突出总参谋长 格拉西莫夫在指挥特别军事行动上 他的这个绝对的权威 足以见得就是现在的这个俄军作战 跟刑制人事调整观念不大 那么这个调整应该体现出 普京准备打持久战 俄罗斯现在已经拿下了 乌克兰的五个州 那要不要得像第六个州进入 拉下哈尔科夫 既可以得到工业方面的这种支持 同样也可以拿下大片的粮仓 所以工业农业对于俄罗斯的 这个行动来说还是具有吸引力的 所以最近这两天突然这个哈尔科夫 不管是哈尔科夫是 哈尔科夫周整个一个 去发信任国来说的话 他都有自己的考虑 Впереди у нас много задач важно для долгосрочного устойчивого увере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действовать совместно в едином строю, что называется выражаясь военным языком вместе с депутатами Госдумы вместе с регионам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кстати говоря 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 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 凤凰聚焦》 我是陈寗 再会